后梁的灭亡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日以严峻的新老人全力斗争 朱温时代的老人在罪武针上台后 几乎全部非之不用 而罪武针选用的年轻一代 又无法得到老一辈的全力支持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胡柳坡之战 节奏是大人 今天的幸福的演绎 咱们讲将将心如云 伤亡惨重又莫名其妙的胡柳坡之战 我是杨丽辉 后梁甄明四年 公元918年 剑王李存旭在打赢杨流之战后 居中十万要南下灭梁 后梁派老将贺归和年轻将领 葛崇州一职谢衍章带兵十万 抵挡李存旭 贺归在朱温时代就已经当上了截图室 和葛崇州刘勋等人年纪差不多 比谢衍章大了一个辈分 本来后梁老人和新人 近些年矛盾就有些尖锐 贺归善于带步兵 新眼张善于带骑兵 四人又把二人相提并论 这让贺归心中十分不爽 想到自己一把年纪 却要和一个后生晚辈平起平坐 就像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恶心 当然贺归虽然有情绪 但还是以大局为重 他和新眼张合力坚守 不肯轻易出战 把李存旭挡在浦州北近半年 李存旭多时有敌 梁军始终坚守不出 李存旭气急 把营再向前吞进到 距离梁营仅实里的地方 来个眼对眼 看你还能憋多久 贺归和新眼张得知禁军逼近 到军营外观察梁军行动 贺归发现两军之间有个高地 如果被禁军占领了 于己不利 就对谢眼张说 咱们应该在此地设置栅栏 谢眼张听后没有说话 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一天后贺归发现 这块高地竟然被禁军占了 他想起来昨日谢眼张奇怪的反应 就怀疑谢眼张暗中和禁军有了勾结 要不然禁军怎么会这么巧 就选择了此处栅栏呢 为应征自己的猜测 也想趁禁军立足卫文之计 先发自人 他对谢眼张说 主上把全国之兵习数交于我二人 就是将设计交给了我们 现在强扣压到了门口 怎么还能斗牛不战呢 谢眼张说道 强扣入侵 地在速战 现在我们最好升勾高雷 占据金钥 他们才不敢升入 如果轻易交战 万一失误大事去 贺归见谢眼张 千言不肯出战 更加怀疑谢眼张是故意放任 禁军扎营 于是他把自己的猜测 密咒给了朱友真 请求处理谢眼张 贺归担心等朝廷达复 会耽误瞬息方面的战机 就和潮州刺史合谋 没等朝廷恢复 在宴会上暗藏武士 就杀了谢眼张 以及和谢眼张 关系比较好的浦州刺史 然后以谢眼张 谋反之罪 上咒给了朱友真 朱友真虽说 对贺归心斩后咒 十分不满 但为了安抚将士 还是下诏 报奖了贺归 李纯旭这边 他听说梁军内讧 洗眼张被杀 十分高兴地对朱将说 他们将帅不合 自相残杀 不久避亡 贺归残暴 不得军心 我们如果直到梁都变梁 他岂能继续坚守不出 周德威连忙 劝劝道 梁军虽然少一员梁将 但君志尚全 如果贸然前行 恐怕难以得理 李纯旭听不进去 下令让军中脑弱 全部回吞魏州 只留下精明猛将 和他一起直奔面凉 12月21 李纯旭烧掉大营 率领剩余的精锐 号称十万 越过梁军大营 奔向面凉 贺归得知 禁军绕过去了 弃营追击 两天后 禁军来到了胡柳坡 探子来报 说贺归 随大军追过来了 李纯旭道 我正等他们追来呢 正好一战 周德威 全念道 梁军为了追赶咱们 肯定未曾休息 兵法上有所谓的 以义代劳 咱们应该按兵不斗 分出骑兵 前去骚扰 使他不得安息 然后全军出击 可以立奸 否则 现在梁军 顾念家乡 内怀激愤 锐气震胜 贸然开战 咱们估计 也落不了什么好处 李纯旭不然大怒 之前敌军坚守不出 一直没法交战 现在他们好不容易出来了 为啥还要等 你为何变得 这么的胆小 回头对李纯旭说 你率领资重兵 继续向前走 我为二等断后 等破贼后 立马就跟上来 说着就把清军派了出去 此时 禁军除了本身资重部队 还有三万民夫 都是从魏伯征划过来的 目的是到了一处 能快速扎营 资重和民夫 由李纯旭带领 李纯旭让他先出发 就是要先一步 安营扎载 李纯旭轻敌 认为梁军不堪一击 肯定会被自己 轻易击退 等自己退了梁军 赶上李纯旭 正好就能住 找好的营寨 李纯旭听令 继续向西而去 周德威见李纯旭不听劝 也只能跟着继续行军 但他对李纯旭的布置 十分担心 私下对自己的儿子说 我不知道 这次要死在哪里了 没等多久 赫归得的梁军 就赶了过来 李纯旭带河东魏伯兵 为中军 称德军一武军在左 周德威的优租兵在右 摆开架势 敬后梁军 等梁军到了 李纯旭身先士足 一马当先就冲入了阵中 李纯旭不愧是战神 时当时决 往返时于是 禁军在他的带领下 所向披靡 把梁军搅得大乱 梁军骑兵 是王衍章带领 他是最先受到禁军冲击的队伍 梁军本来就是被牵着鼻子走 为了尽快赶上禁军 队形都顾不上了 队伍被拉成了一只长蛇 面对英勇的 一意代劳的禁军 完全没法抵挡 王衍章无奈 为自保 他率领不重 脱离战场 想要逃回浦州城 浦州城在西边 没想到 王衍章在西逃的路上 误打误撞 竟然碰到了 李纯旭带领的 支众部队 支众部队和民夫 根本没有战斗力 他们见有梁军来了 顿时大乱 就算是李纯旭 也没法自治 王衍章一看 还有这样的好事 自然不肯放过 他带兵 趁乱冲杀 把禁军之中部队 杀得四三溃逃 溃逃的乱军 又冲击了右翼的幽州军 幽州军不明情风向 也被扰乱 周德威拼命指挥 但兵败如山倒 实在无法挽救败局 甚至自己也死在了乱军之中 可惜一代名将周德威 竟然死得如此草率 周德威先后跟随李克用 李纯旭父子 跟着李克用 打过皇朝 李茂仁 王兴渝 和刘仁公 在河东最艰难的时刻 和李十招一起 栗战 十手禁阳 保住了进国的家底 是李克用后期 仅次于李十招的第二号降临 李纯旭即位后 他为表忠心 孤身入城 得到了李纯旭的信任 之后 他跟着李纯旭 在山崔岗 大败梁军 解救了陆州 解救了李十招 成为李纯旭 麓下排名第一的将领 后来 他又跟着李纯旭 打赢了百项之战 扭转了梁静 攻守行事 更加耀眼的是 他作为主帅 灭掉了截焉 吞平了卢龙 完成了进国 最重要的一次扩张 最后的周德威 守幽州 战流巡 继续创造辉煌 个人观点 周德威对进国的崛起 在主讲中排名第一 仅次于晋王李纯旭 和大管家张成业 周德威 有庸有谋 史书评价 胆气 智 术 结果人 骁勇 忠诚 智慧 夸张的说 是关羽和诸葛亮的合体 也是我最喜爱的 五代人物之一 我还专门的为他 做了人物解读 喜欢的朋友 可以去看看 魏伯节都父使王俭 就是那个说 韩元辉画画的王俭 和之中部队同行 也死在了乱军之中 周德威一时 晋军士气大跌 阵形混乱 梁军士气大涨 攻势更猛 李纯旭也意识到了问题 下令撤兵 他选了一处高地 收拢三兵 一直到了中午 才勉强的斟酌起来 贺归占了晋军高地 对面的土山 也开始收拢军队 双方一边一个山头 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李纯旭不想在这里死后 对身边的将士说 今天如果想转败为胜 必须躲下此山 说者带着骑兵下了高地 直奔对面的土山 李士钊 李建吉 严宝 李从各等人 连忙跟上 良兵抵挡不住 放弃土山 这时候天渐渐的黑了 贺归在土山以西 重新列阵 望着整齐的梁军 禁军将士各个面有忧色 众人纷纷勸见李纯旭 收兵后撤 来自再战 李纯旭也有了退兵之意 正在这时 严宝站了出来 说道 王彦章的骑兵已吸走濮阳 山下只有步兵 天色已晚 良兵必然想回去 咱们趁高临下 定可破敌 且咱们现在已经深入敌境 刚刚又失利 如果再退 敌人估计会趁此机会 前来追击 就算我们平安回去 估计士气低落 无法抵挡梁军进攻 恐怕和硕之地也要丢失了 成败就在今日 怎么能退 李纯旭犹豫未决 李世昭也惊见到 敌军在此没有扎营 天色已晚 他们一定想回去 咱们只要派骑兵不断的骚扰 让他们无法吃饭休息 他们定然想撤兵回去 只需要等他们撤退之时 咱们率兵追击 必得全胜 李建吉披甲直述说道 一兵现在神色疲倦 不趁此时追击 更待何时 大王尽管登山关卧 看我前来破贼 李纯旭见他们 身容巨壮 也愤然地说道 如果不是你们这么说 恐怕耽误了大事 于是他下令 让李世昭李建吉 率领骑兵 先行冲杀 自己率领各军 随后跟进 吐山一息的良兵 想着已经打了一天 禁军肯定也要休息 精神放松了下来 此时正想着 怎么解决晚饭的问题 不料李世昭李建吉突然杀来 他们见进军所到之处 头颅翻滚 大惊 李纯旭随后率大军赶到 加上收拢着民副百姓 在旁呼喊 梁军觉得周围到处都是进军 吓得六神无阻 射下会山 李纯旭率领进军 乱砍乱杀 斩杀良兵无数 何为无奈 自身逃命 战后统计 梁军双方 战损都高达三分之二 李纯旭欢迎 清帖军事 听闻周多威父子阵亡 不禁大哭道 丧师大将 我知罪也 立即奉周多威另外一个儿子周光辅 为兰州赐史 李纯旭又发现 各路人马 独独只有李世元军 不知去向 李纯科是李世元的义子 平时跟在李世元身侧 此时只看到了李纯科 不见李世元 原来李世元在婚战中听到讹传 说禁军战败 禁王已经渡河北侧 于是他也渡河 前去向州 12月25 李纯旭攻克浦州 李世元得到李纯旭的消息 掉头来到浦州 惊见李纯旭 李纯旭冷笑道 你是不是觉得我已经死了 大战之中北逃 一遇何为 李世元无法解释 只得客头谢罪 好在李纯旭觉得 这是李纯科有功 算是抵了李世元的罪过 只罚了李世元饮酒一壶 略是承戒 禁军此时虽然获胜 消耗也很大 无力继续前往库拿变梁 李纯旭下令 撤兵回魏州 受李世昭 围如龙戒毒使 接替周德威 让李纯旭接替了周德威的 翻汉麻布军中管 两组朱友真 接到贺规战败的消息 心神不安 随后又听说王彦璋 也败回到了变梁 还有声明说 禁军也快到变梁了 更加惊慌 准备逃往洛阳 幸亏及时得到消息 直到禁军已经撤回到魏州 才放弃了逃往洛阳的想法 胡柳坡之战 李昂进损失惨重 双方不得不停战修正 李纯旭在回车的路上 刘李纯沈在德松渡口南北 各修建了一座僧池 以便下石固河 李昂军自然要想办法 除掉这个钉子 双方围绕德松渡口 又一次展开了大战 那德胜之战 发生了什么有意识的事情呢 咱们暂且安下不表 因为在胡柳坡大战的同时 南方的吴国 也发生了一天大事 深刻地影响了南方数十年 那吴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杰斗士大人 点赞三连 咱们下一讲 继续分解 现在还是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